HELLO 大家好,我是KACE 今天回來我們繼續玩POKEMON的豬子 其實直播的時候,我看到很多人都有問我 究竟現在你看到這隻紅葦牙 它可否出鏡子 我發覺我是轉無法出鏡子 它是不是走出畫面上 不要理會它 有很多人問我這隻紅葦牙 另外這隻激脊龍 這字真是很難讀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可以獲得它們 在第一週目的時候 先說這隻紅葦牙 其實有很多人以為 其實我本身都以為這隻紅葦牙 是要打到二週目才會獲得的一隻古代種 豬的版本大家會看到這隻紅葦牙 如果大家玩紙版本 大家應該會看到另一隻 應該叫鐵切織 科技感未來感強很多 我這隻是古代種 那怎樣可以獲得這隻紅葦牙 其實方法很簡單 其實大家應該打主線的時候 打這個寶主都見過它一次 就是打這一邊 這個土鎮寶主 打這個土鎮寶主的時候 大家應該那時候就見過一隻紅葦牙一次 其實拿它的方法很簡單 可能大家沒有回頭看 因為你只要殺了它第一次 即是經過了土鎮寶主 劇情第一次之後 你回到原本的它這個位 其實它就已經會站在那裡 但大家有一件事要留意 因為這隻重新出來的土鎮寶主 這隻紅葦牙 它只會出一次 即是如果你沒有保護 你又殺了它 的情況下 你是不會再見到它重新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小心殺了它 又沒有保護 那你可能要等第二週目 或者可能要到第0區 即是中間的心坑的時候 才會有機會再遇到它 那隻應該有牙的 那隻應該 看到嗎 有牙的那隻在前面 捉一隻鬼打野 都用了一個豪華球 昨天的豪華球按錯 高級球 搞定 這個配隊 地面格鬥 捉它又不算太難 只要大家知道這個位置 還有小心點 不要不小心殺了它之外 其他寶主就沒有特別 因為其實除了這隻 會特別出現了一隻 古代種的寶主之外 其他寶主 就像這些藝龍寶主 這邊好像是打那隻 鋼的幽癮 另外那隻蟹 其他寶主 其實全部都是普通的小精靈 街上都會看到 沒什麼特別的 最特別最特別就是 這隻土鎮寶主 大家可能要留意 去捉多一次它 好了 說完紅衛牙 之後另外一隻 大家覺得很想知道 怎樣可以捉到的 這隻 激脊龍 激脊龍其實都有二段的進化 最開始大家捉到的 應該是這隻 梁脊龍 對 但大家可能會發現一個問題 當你想捉它的時候 這隻小精靈出現的地方 是囊括著整個冰封的北部地方 其實它都會出現的 它跟吉利蛋一樣 它都是出現極少數的 我那時候試過 自己就這樣想試一下 在街上找它的時候 如果你想在這個冰凍的地方 在街上四周圍找它 你可能找很久很久 攀山 因為大家都知道 冰這個地方 那些路還要極度難走 可能大家找很久 你都不會見到它 其實它是一個固定會出現的地方 大家大概來到地圖的這個位置 有條河右邊的這個位置左右 你看到前面有棵樹 你看到一隻發光的小精靈 這隻小精靈 基本上 我試過幾次它都在 我不肯定它是否必定出 但是我試過殺了它 它都會出現在這裡 這個位置 其實就會有一隻太精化的梁脊龍 梁脊龍是會在這裡出現的 而且我打了幾次它都是惡屬性 如果大家有試過看到它不同屬性 可以告訴我 除了這隻之外 其實我看到在這個範圍裡面 其實都會有的 大家細心點找一下 但是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可以整個山頭都是 沒錯 如果想看到它多一點 其實都可以用之前吉利打的方法 就是吃一個 遭遇力龍的三文治料理 吃了遭遇力龍的三文治料理之後 它出現率就會大大提升 不過 今天教大家多一個方法 如果大家同一樣 都是懶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都不是很懶的 就是去買一買三文治材料 但是你眼裡 經常覺得做三文治的 要回去買材料很麻煩 其實大家記不記得 其實很多食肆裡面 其實都會有機會 看到你想要的屬性的食物 如果大家想買這個龍屬性的遭遇力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這間黃色門的餐廳 其實餐廳有很多款 其實每一間餐廳 你可以看到它的外形是什麼樣子 其實它裡面賣的東西 其實都是一樣的 就是大家看到最多就是這間 好像這間海洋餐廳 還有這些日本餐廳 其實餐廳有很多款 看著這間黃色門的餐廳 有這個遭遇力龍的料理買 其實吃這些料理的遭遇力 還有野餐的效果 其實都是一樣的 吃完之後 我們再回到雪山 任何雪山一個位都好 基本上 你就會看到 已經在門口已經看到它了 之前說很稀有的小鎮 其實在整個雪山裡 你四周圍都會看到它 你看這裡有兩隻 然後一路走下去 無論你去到哪裡都好 因為其實它會出現的地方在雪山 而雪山可能應該是龍屬性比較少的關係 所以它會 什麼位都會出現 看到它 題外話跟大家多試一下 除了這個冰龍 可以用這個方法之外 其實所有稀有 你想拆的小精靈 都可以用這些方法來打 好像之前大家 炭小事都是很難找的 其實你也可以吃回 租遇力火 然後去預炭小事 這間中華式的拉麵料理店 總之這間紅色的 你認住就對了 紅色這間就吃到租遇力火 還有 野食的能力是可以 蓋上去的 然後再出一個有炭小事會出的地方 你就會看到 哇 你看 四周圍都有炭小事 你看 本來很難出的小精靈 你看這些地方 四周圍都有 同樣的道理 大家應該 其他想抓的東西 你只要找回 只要當區 不要有同類型屬性的小精靈 出太多的話 即是原來 像我上次一般 找了一個地方 會出很多款 一般小精靈 會比較難出你想要的東西 如果不是的話 這裡會出很多 火屬性的小精靈 全部都是炭小事 今天分享到這裡 先到這裡 大家記得按LIKE 還有訂閱我們 下次回來 大家有什麼問題 也可以試試問 看看會不會 找到方法 或者原來我試過的 我再拍一條影片 跟大家介紹一下 下次回來再見 記得晚上當然要留意直播 我們終於進入二周目了 不對 我進入到礦坑 還沒進入二周目 不要緊 還是很快的 下次回來再見 拜拜